无论如何 在三十岁之前 我要完成我的 婚姻大事 亲爱的伴伴 今天是我们认识的 第一百二十四天 从第一次见你 我就被你的 灿烂光芒所吸引 今天我有幸成为 你的丈夫 这是上天送给我 最好的礼物 你们老公不错 也是我生命中 最好的礼物 这就叫御夫有数 你以为笨笨真笨啊 整个都是他 一手调教出来 下次我时间 愿问笨笨多请教请教 快点让他给你好好上一课 那前提是 你得先要我们的男朋友啊 我感觉啊 他在来的路上 他这路走的时间 可有点久了 我因为我没读了 他会迷路了 他会迷路了 有个 还过时了 始至无愈 下面是扔手捧花的环节 我有一个私心 我想把这个祝福 直接送给一个 我特别珍视的朋友 特别地善良 特别地可爱 是非常有能力 她是我特别好的闺蜜 但是她到现在 都没有碰到一个 特别爱她的男人 所以现场的单身男士们 你们有机会了啊 她呢 一九八五年出生 属牛 摩羯座 她叫 陈可 什么 可 来 不能 说来吧 好 真的 来 可儿 你一定要幸福 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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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盈 我要找对象 欢迎您给我介绍 大我十岁以内的都能接受 收入在我身上北京户口优先 接受闪婚 当人们还在为缺乏陪伴的空巢老人唏嘘不易时 最近流行起来另一个字 却让人更加悲凉 空巢青年 他们大多背景立乡 不居生活 长期缺乏情感及多 缺少家庭生活 虽然在大城市奋斗打拼着 但大城市的防滑和压力 让他们有着难以言说的 孤独和艰辛 他们一个人起床 一个人吃饭 一个人逛街 一个人睡觉 一个人 一会儿